檔裡面只要看到的名稱都建 乾脆先建立好那個我們的表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可以先建第一個叫 剛剛有建立一個部門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像 縣市代號 縣市也許叫縣市表 這個範圍 如果不會增加我們用固定的 把它怎麼樣 也許先這個範圍 然後這個名稱 那範圍在下面 這個叫縣市表 記得就是那個範圍不要弄錯了 Enter OK 就直接輸入就按Enter 然後呢這邊叫分類表算了 這邊叫分類表 那我先取得它的名稱 那底下就是這個 我們的那個名稱 先選完 在上面輸入叫分類表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名稱管理員裡面呢 就多了三個表 分別是那個縣市表 部門表跟分類表 那建議啦 因為剛剛蠻多同學就是發生問題的 大部分都是 在那個名稱跟範圍之間的對應關係 沒對應好 如果說你這個對應關係沒對應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 後面再做那個Vito函數的 抓取資料 理論上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理論上因為基本上我是覺得 像Excel這個工具可靠度其實還蠻高 大部分會有問題的應該就是 你在操作上面 有沒有什麼細節沒有注意到 所以 第一步的話就是先把那個 代號檔的 三個 這個範圍 先把它建三個名稱 123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剛剛已經把那個員工部分的 給查完了 然後再來 看後面是不是會有用到員工 那切到那個縣市 這個客戶 員工這個部分 切到客戶 客戶部分的話呢 縣市名稱我們可以從那個 縣市代號去查到名稱 所以 再來就插入那個 我們的Vito函數 那一樣呢去找什麼 找那個縣市代號 去哪邊找呢 F3 找到那個縣市表 所以你按F3 他會跳一個 名稱出來 按個確定 他的名稱就會自動幫我帶過來 但是特別注意喔 那個 這個我之前好像有同學是 你按F3 如果說你是那個Notebook剛剛講過 Function鍵加F3 差OK 或者之前有同學是用蘋果電腦 Mac Mac的F3好像沒辦法 所以這個的話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呢把部門表裡面一樣 看第幾欄呢 如果你不知道第幾欄呢 你可以 再切回去這邊 這個應該 查什麼 這個 部門名 限市 應該是限市表 選錯了 F3 找到那個限市表 然後查的話一定是查第幾欄呢 限市 第二欄 輸入2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輸入0 完全比對 OK按確定 那這部分的話 點兩下 全部查完了 再來的話商品 商品部分的話就分類啦 分類這邊也一樣 插入函數 那我們用插入函數 去查什麼呢 查這個 分類編號 去哪邊查F3 去分類表裡面查查看 然後一樣取得第2 第2欄的資料 然後呢 比對方式一樣輸入0 按個確定 那他幫我把分類 全部名稱帶過來 接下來的話就是 銷售 銷貨的單頭 這邊的話呢總共會有 客戶名稱 一直到部門名稱要查 來看客戶名稱 那客戶名稱的話呢 這邊是客戶名稱要帶出客戶 客戶代號 帶出客戶名稱 那客戶我們現在好像還沒見表 就是他的那個對照 所以我們可以把 把這個範圍 游標一樣放在A2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把這整個範圍選起來 那裡面的話 其實會用到 好像 沒關係 把它全部選起來 然後 再來的話呢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 客戶表 這邊叫客戶表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一樣 銷貨單頭 客戶名稱 查詢 一樣 V圖函數 去查什麼 客戶的代號 去哪邊查呢 F3 去客戶表裡面查 那查完之後的話 請你把第幾籃帶過來 理論上應該是第2籃 那比對方式的話呢 就完全比對 就輸入0 一樣就可以把 該查的資料查回來了 限式名稱 OK 底下應該 該查的都查到了 那 限式名稱就是從 限式名稱 不過限式名稱直覺會想說 會有一個限式 代號 但是問題是這邊好像沒有限式代號 那怎麼辦 如果沒有限式代號 可以從其他的 資料裡面找找看 像客戶裡面有沒有 客戶裡面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客戶這邊有多一個限式名稱 所以也就是說你可以從什麼 客戶代號 找到 限式名稱 但是問題是你在找的時候 查一定是查第1籃 那可是你要把資料代號 剛剛一定是 之前都第2籃 可是現在是12345第5籃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你可能要記得 那個cover index number 一定要輸入5才會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這個 銷貨單頭 限式名稱 插入那個 最近使用過V-R-函數 那要查什麼呢 查客戶代號 OK 去哪邊查F3 去 客戶表裡面查查看 那客戶表裡面的話就會有限式名稱 可是在第幾籃我不知道我可以點一下 下面 再點上面一下 它會出現 查一定是查第1籃 那我要帶回第幾籃呢 12345 1籃是第5 所以這邊記得喔 這個比較 特殊一點 把 找到 那個 代號的第5籃 的資料幫我帶回來 比對方是輸入0 按個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一樣可以把 限式名稱給帶過來 所以 這邊的話 前面等於是 如果 你要針對客戶名稱去找 限式名稱的話 那記得就是要多一個 1的欄位 才有辦法把資料給帶過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有 那員工姓名的話 員工姓名可以從員工代號 所以插入函數 裡面呢 V圍函函數 員工代號在這裡 那Table Array的話 F3 找到那個 員工表 所以這員工表目前沒有 所以呢我一樣 再取消一下 把員工這邊 一樣建一個 員工編號 跟他的那個 員工 所以 優標放 A2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把這個範圍 輸入叫員工表 這邊當然我目前沒有預留啦 這邊當然我目前沒有預留啦 所以未來一樣 如果你這個員工會增加 因為員工理論上應該會增加啦 所以你可以預留一下 我目前是沒有預留以後 如果你實際上 遇到這樣的狀況 記得要底下可能再多增加 名稱管理員裡面 員工表 記得就是 盡量這邊可以再讓他多一些些 目前是在到98列啦 也許你可以再多個10列 多個幾列 所以1的98 也許你可以再多個100列 假設198 你可以這邊改成198 輸入完之後 這邊列數 可以多增加 本來只有98 打個勾 他現在就變成什麼 變成198 所以底下以後如果 假如他員工輸入的話 他就一直往下 到198都會幫你 加到這個員工表 所以才查得到 不然的話 以後你如果忘記這個動作要注意的話 那 只要有員工先 新增進來 你就會查不到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名稱定義可能要 注意到就是有關那個資料新增的問題 然後 再來的話 這個員工姓名 查入函數 那我們一樣 V的函數 去哪邊查呢 去員工代號 查什麼 應該是查什麼 查那個員工代號 去哪邊查呢 F3 去員工表裡面 幫我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呢 基本上員工姓名在第2欄 所以輸入2 然後呢 比對方式 完全比對 按確定 向下填碼 那部門名稱的話 最後有個欄位 部門名稱 理論上應該要找找看有沒有 那個 部門代號 不過看起來好像沒有 那沒有的話是不是從哪邊可以查呢 我們可以 再反退一下 員工裡面 有沒有部門 員工裡面 員工部門名 我看一下這邊 部門 所以你可以從什麼 員工 表裡面 可以找到 員工表裡面呢 也會有部門名稱 所以我們可以呢 再給他員工編號 他會自動幫我帶回 1234 一樣是第五欄 在這邊的話呢 插入環數 V欄數 然後呢 要查員工 代號 去F3 去員工表裡面查 查的話呢 查1234 把第五欄 所以因為我要的是那個 部門名稱這一欄 所以第五欄 然後呢 0 完全比對 業務2刻按確定 好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的話呢 銷貨單頭這部分呢 就OK了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 還沒結束 還有啦 資料阻擋 資料阻擋更多 裡面的話有這麼多 所以 以後當然 如果你的資料 是來自於資料庫的話 其實就可以拿 eSale來當類似資料 資料庫的用途大概就是這樣子 一層一層一層的 OK 所以盡量 如果你要利用那個資料庫來源然後做 放在eSale 做類似的應用 我是建議 就是一定要用名稱 如果你不用名稱的話 這個管理就非常不方便 那接下來後面的話就主檔部分 還有D 到N這幾欄 那裡面的話 有幾欄不是用查的喔 像什麼 像那個 銷售金額 銷售金額特別重要 銷售金額是 他的數量乘以單價 才會就是 因為你銷售金額是根據 你這個商品賣出去幾個 一個賣多少錢 所以銷售金額是 你把那個什麼 數量再乘以單價 其實就會得到你的銷售金額 那銷售 這邊後面有個年度 年度的話特別注意是從那個 銷售日期裡面用year函數 把年的部分帶過來 月份的話呢是 用month函數 把那個前面的那個銷售日期 把它帶過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把那個 這個銷 資料的主檔部分也試試看喔 那這個做完之後我們就 再來才是進入到那個 12個問題 試一下喔 我會找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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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有關